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 说不停 今天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个科学上网的翻墙集成包 这个集成包 它有很多的优势 它集成了各大我们常用的翻墙软件 包括Vitrain Clash SSR 包括XRain等等 那么它同时可以在各个系统的电脑上 包括各个系统的手机上使用 最主要是免费 它的速度快到你不敢想象 那么这个集成包来讲的话 那么这个集成包 其实已经问世六七年了 只是说之前的话 没有那么大名气 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那么今天我就推介给大家 免费使用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打开浏览器 进入GitHub 这个主页 我们在搜索栏子里 直接输入拼音翻墙 好的 到这个界面以后 我们就点击第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很多的一个浏览器 适用的翻墙包 包括Chrome 包括Chrome Mac版本的 包括Egg 包括火虎的 Nilux版本的 安卓的等等 那么这边有很多教程项目库 也是一样的 各个版本的各个浏览器的都有 那这一边是Windows的 包括这很常用的 Vitrain SS SSR等等 这个是苹果的 LS的 包括iPad 这是安卓的 这个是Mac 包括路由器 包括Nilux 都有 非常的完善 我们点这个地方 点下载 OK 下载这边 它的翻墙包也是一样的 分了Chrome的 包括Mac版本的 Egg的 这个 火虎的等等 那我们今天 就以这个Egg版本为例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Chrome版本 其他版本都是一样的 包括这个Chrome Go 都是一样的 只是浏览器不同 那么需要说明的话 就是 假设你用Egg 系统上必须安装Egg浏览器 假设你用Chrome的话 你系统上必须要先安装Chrome浏览器 OK 我们点这里进行下载 来 这边下载完成 下载完成 因为它只有三十几兆 那么两秒钟下载下来了 很快的 好的 那下载下来以后 我现在把它放到桌面 它是一个压缩包 我们双击打开它 给它剪一下压缩 剪压以后 得到这个文件夹 我们双击打开它 大家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文件夹 包括Browser 包括Chrome Clash ClashB 等等等等的一些 包括这个V2Rain XRain 等等 那下面是一些CMD的批处理文件 自动运行的一个文件 那你想用哪一个 你就点哪一个就可以了 打比方我们现在就用第一个来做演示 那Clash 我们双击打开它 好的 这边的话呢 有123456 从IP1到IP6 6个地址 我们随便选一个 大比方选1 回车以后的话 它这个地方就 这个节点 雪入了这个Configure的 这一个里面去 OK 这边是已更新完成 然后按回车键 这就启动浏览器 我们回车一下 好的 现在打开浏览器 它自动打开了这个网址 那么这个网址不是我们需要的 OK 我们试一下 YouTube可不可以打开 好的 现在顺利打开 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 OK 我们在这边收一下4K 好的 这个4K视频的话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 好的 开始播放 目前的话 默认的是4K画质 2160的4K画质 好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 OK 这个节点的话 速度相当的慢 相当的慢 目前只有2000多开 它是不足以支持 这个4K视频的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现在去了9000多开 1000多开 非常不稳定 OK 我们关掉它 我们换一个 我们换一个 还是点这一个 打开 然后搭币换我们选2 回车 这个也是更新完成 我们再回车 打开浏览去 好的 我们还是一样的 YouTube 顺利打开 顺利打开 OK 我们这个4K视频 我们打开 OK 视频正常打开 目前是默认2160 是开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 哇 打开 就是5万多的一个速度 4万7 5万 我的网速是300兆 那假设小伙伴们 你们的网速是 千兆网速的话 千兆宽带的话 它随随便便 可以去到十几万 几十万开 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现在是5万3 5万5 差不多就5万多的样子 6万多 现在稳定的6万多 那么这个速度的话 我们看4K视频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 我们把它关掉 那么需要说明那一点 就是说 它打开了这个东西的话 你不能关掉 关掉以后的话 它等于是几点就关掉了 等于是几点关掉了 那我们现在关掉它 大家看到我们用第一个 Clash演示的时候呢 选第一个节点 APE的时候 它的速度只有一圈多 三圈多 那我们选第二个节点的时候呢 它速度可以达到5-6万 平均6万多开 每秒的一个速率 非常的OK 那我们小伙伴注意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给大家看一下 那打比方 我们随便 随便输个3 回3 我们再回3 打开浏览去 好的 那大家看到 打开浏览去的话 它自动到这个网页来了 自动到这个网页来了 那么这个网页呢 不是我们想要的 不是我们需要的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首页 流量器打开以后的首页 给它更改掉 怎么更改 大家看我操作 先把它关掉 打比方 我们把这个给它复制一个 大家看到这是一个副本 这个副本 需要说明的话呢 你复制以后 这个副本必须要放在这个文件夹的下面 Agggo这个文件夹的下面 不然的话 它是不能运行的 打比方 你放到桌面 或者放到其他文件夹 它是不能运行的 因为它要依靠这里面的一些数据来支撑 我们现在点右键 点编辑 现在的话 我们用记事本文件打开它 我们朝下拉 朝下拉 那大家看到 这个地方有一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 就是我们刚刚打开的首页的网址 那假设这个首页 我们想让它呈现谷歌的首页 怎么办呢 我们把它改掉 OK 我们把它改成谷歌 那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给它保存一下 保存完以后关掉 关掉以后 我们双击它 同样的 我们选个3 回车 OK 我们再回车 打开浏览器 来 大家看到 打开以后 它自动就到谷歌的界面了 自动到谷歌的界面了 我们搜索一下 这个YouTube OK 我们打开YouTube 这个速度非常快 速度非常快 那么大家在用的时候 就可以把那个网址改掉 不然的话 它默认那个网址 这我们不喜欢的 OK 我们关掉它 那我们试一下其他的可不可以 其他的可不可以 打比方我们试一下第三个 啊第三个同样的我们双击打开它 那这一边的话呢 有四个节点 IP1到IP4 OK 我们选一 打开以后也是这个界面啊 很烦人啊 很烦人 我们同样试一下 那打开YouTube 我们换一个4K视频看一下 那我们打开这个4K的视频看一下 目前它默认就是21604K的 OK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 那目前是42,000的一个速度 打开就是42,000 这个速度其实很给力啊 很给力 现在缺到59,000 OK 我们快进一下看看 现在上了6万 那么这样一个速度的话呢 我们看任何视频都是没问题的啊 它的速度还是很正常的 很稳定的啊 5万多到6万多的一个速度 OK 我们再换一个 试一下 打比方这个XRain的啊 决定 我们试一下 同样的 这边也是IP1到IP4 那我们随便选一个 平行完成 我们回车 打开浏览去 那我们打开YouTube OK 我们随便找一个4K的看一下 目前默认的是2160 也是4K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 那这个速度就慢很多 打开的话是5000多 现在去到是6000多 我们快进一下看看 那现在是25000 现在是9000多 7000 7000多 8000多 24000 那这个速度 我觉得很不稳定啊 很不稳定 目前是保持在24000的一个速度 这个节点的话呢 它的速率非常的不稳定啊 非常的不稳定 那么大家可以自行尝试 IP3 IP4 自行尝试 那现在去到36000的一个速度 那其实刚才很多节点的话呢 大家假设想知道它的节点是什么的话 那我们可以打开 打比方这个clash 我们打开它 打开以后 这里边有个IP update 我们打开它 这里面就有一个IP1一直到IP6 6个节点 那我们刚才打开就是6个节点 它可以选择 6个节点的话 打比方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编辑 那这边是它一个批处理的一个程序啊 是它的一个代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 就是这边有一个 网址 OK 我们打开这个网 我们复制这个网址 然后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把这个网址给它贴进来 好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贴进来以后呢 这就进入到这个网址的里面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代码 有很多代码 那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呢 关心的就是这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节点 那109 104 等等等等 然后它的端口是22309 那么我在这里卖个关子啊 下一期视频的话呢 我会用这些代码 给它生成一个节点的链接 那么这个链接呢 它可以导入MitRain 导入SSR 导入XRain等等 这一些软件里面 包括Clash 导入这里面可以去使用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介绍的这个翻墙包 如何下载 如何选节点 包括如何更改 这个浏览器的 打开它的首页的一个地址 那其他的节点来讲的话呢 各位小伙伴自行去尝试啊 其他的还有这么多 各位小伙伴自行去尝试 尝试的话 你觉得哪一个节点比较快 比较稳定 那你下次使用的时候呢 就固定那个节点就可以了 好的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